第391章 离谱的传送费用 快 听说北斗拍卖行正在拍卖几个极品秘宝 我们快过去看看 好像这次的压轴是实际的打造材料 咱们也过去凑凑热闹 圣域城区 烦恼无比的街道上面 急促地呼喊 此起彼伏 许多人急匆匆奔行在街道上面 朝同一个飞快赶去 刚从领地过来的林佑 顿时被他们的对话内容吸引 北斗拍卖行 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 那应该是圣域里面 仅次于万宝楼和十方格的势力 而且跟万宝楼和十方格不同 为了能在圣域中生存 北斗拍卖行直接另辟蹊径 采用全天拍卖 分时段拍卖的策略 他们的大型拍卖很少 但小型拍卖却基本每两小时一次 专拍一些受大众欢迎的小精品宝物 不去更令两家争尖端物品 这个策略可以说非常成功 一下让北斗拍卖行 跻身圣域各大拍卖行前列 受无数中低端消费人群追捧 林佑没想到 这次北斗拍卖行的压轴竟然是十阶材料 那他必须得去看看才行 环顾了一圈四周 马上调转方向 跟着人群赶往另一条街道 很快 他就来到人潮涌动的北斗拍卖行外面 哪怕隔着老远 都已经能听到里面主持人的声音 尊敬的各位贵客 欢迎到来我们北斗拍卖行 现在举行的是今天的第二场拍卖 话不多说 上第七件拍品 已经第七件拍品了 林佑内心一惊 一般来讲 小型拍卖的拍品不会超过十件 也就是说 哪还敢浪费时间 买好门票跟着队伍穿过入口 来到正在进行的拍卖会场里面 此时整个半圆形的巨大会场中 聚满了来自各国的领主和修炼者 刚一进入 一股热浪便扑面来 同时还伴随着大片喧闹和呼喊 我出一百万 二百万 三百万 我要了 三百万也想拿下 我出五百万 五百万 这位领主出价五百万 还有人更高吗 场上竞价不断 全都在激烈竞拍着第七件拍品 有的更是直接高举手中的小牌 一副脸红脖子粗的模样 将整个回程的气氛推向高潮 林佑转了一圈 终于在比较靠后的地方 找到一个空位坐下 座位上 放置着一个用于抢拍的牌子 也被他顺势拿在手上 接着 他就看向平台上方 那一个摆放在台子上的拍品 和顶上巨大荧幕列出的信息 冰种秘宝 洪荒爆发 逆宝类型 强化 逆宝等级 SS级 逆宝效果 力量提升3% 攻击无视敌人30%的防御 近战兵种可使用 介绍 用于强化兵种的秘宝 可在兵种基地内使用 只对单个类型的兵种进行强化 竟然是增加力量和破甲的兵种秘宝 而且还是SS级的 难怪会竞争得如此激烈 像这种直接加属性的秘宝 是最受领主们欢迎的了 而且30%的破甲也不低 绝对可以让近战兵种的攻击能力最大化发挥 正想着 这个秘宝的近拍 就已经进行到尾声 最终被一个八阶领主以1100万的价格买走 让一众七阶领主只能望而生叹 一千万魔能对于七阶领主来说 绝对是一笔巨款 就算能拿得出来 也得掂量一下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 好了 第七件拍品拍卖成功 感谢各位的捧场 接下来就是本轮拍卖的压轴 十阶打造材料 哗 十阶材料 竟然真的有 这么快就压轴了吗 好期待 主持人的声音刚一落下 观众席上就马上掀起一片哗然 纷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哪怕坐在最后面的灵诱 都忍不住从座位上站起 顺着主持人手指的方向看去 没一会 一个被黑布蒙着的托盘 就被侍从成了上来 小心放到中央的台子上面 将众人的好奇心瞬间勾起 想必各位已经听说 本轮拍卖会的压轴物品 没错 正是十阶魔物身上的材料 主持人直接一把掀开黑布 将里面一块晶莹剔透的 湛蓝水晶显露出来 同时一串信息 也紧跟着出现在荧幕上面 材料 冰元素核心 等级 十阶 介绍 冰元素尊者的力量核心 蕴含极强的寒冰力量 可用于打造装备 果然 是之前魔物暴动时 那个冰元素尊者身上的材料 而且还是最重要的核心部位 灵诱惊讶不已 没料到北斗拍卖行 竟然能从另两家手上 抢到这个 材料 这东西 能用来做什么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正是打造十阶装备的必备之物 只要拥有它 没有规则之力 也比其他装备要强上无数倍 绝对是提升实力的最好帮手 废话不多说 起拍价800万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100万 竟拍开始 这主持人明显是老手 说出来的全都是动人的漂亮话 却对这个材料的缺点只字不提 确实 这材料能打造十阶装备没错 可你也得找得到十阶工匠大师 来给你打造才行 没人帮你打造 这材料就顶多算是一个 硬一点的冰属性石头而已 一点用处都没有 拍卖行 显然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给出的初始价格并不高 林佑估计 这就是他们买来的成本价格 只是专门买来做吸引人的穴头罢了 果不其然 过了好一会 整个场上都没有人出价 一个个面色犹豫 1000万 终于 第一个竞价出现了 是一个坐在角落的巴结领主 有了他起头 整个拍卖会场上 才总算开始响起一声声呼喊 1200万 1300万 1400万 1500万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竞价的频率并不高 只有 少数几个达到八阶以上的领主 在相继叫价而已 但每次叫价 还是会引起观众们的大片惊呼 我没听错吧 竟然一下就加到了1500万 真有人愿意买 这种滑而不实的东西 难道他们有把握 能找到十阶工匠 帮忙 1000多万魔能 足够让他们买两个属性不错的兵种秘宝了 而且还都是能直接提升他们 实力的 可现在 确实用来买这种 随时可能会烂在手里的打造材料 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而就在众人惊呼议论的时候 竞拍价格终于缓慢增长到2000万以上 一个个竞拍者 开始犹豫起来 叫价也变慢了几分 3000万 突然 一声叫价 打断了众人的议论 所有人惊讶地看向声音来源 就看到坐在末尾的林佑正 高举手中的牌子 一脸平静 3000万 这位领主出价3000万 还有更高的吗 主持人激动大喊 脸上的肥肉不断颤动 他本以为这个材料 能卖个2500万 就不错了 却没想到会超出他的预期 急忙抬起手中的拍卖锤 轻轻一敲 3000万 第一次 3100万 这时 又是一声 呼喊响起 林佑眉头一皱 看向声音来源 赫然是最开始叫价的那个八阶领主 看来这家伙 也想要得到这个材料 没有多想 直接叫价 3500万 一件实际装备的价值 最低都是论一来计算的 区区几千万魔能 他还是叫得起的 也懒得跟对方废话 直接加了400万 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 那个八阶领主 终于动容了 回头深深看了他一眼 就再次举起手中的牌子 3600万 4000万 林佑的声音紧跟着响起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也一下让整个会场静了下来 全都一脸愕然地看着他 4000万魔能买一个 不一定能打造成装备的材料 难道就不觉得不值吗 而且 这加价方式也太粗暴了 竟然几百万几百万的价 这是从奶冒出来的土豪 别说观众们了 哪怕那个八阶领主 都没想到林佑会这么坚决 持一片刻之后 终于无奈摇了摇头 直接起身离开会场 看来是放弃了竞价 4000万 还有人出价更高吗 主持人满面红光 高举手中的拍卖锤 4000万一次 4000万两次 成交 终于 伴随着一声激动呐喊 林佑成功拍下冰元素核心 再次引起场内的一片哗然 林佑没有久留 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中 离开会场 来到拍卖会后台进行交易 大人 这是您刚才进拍到的物品 请您确认一下 看到他出现 后台人员立马恭敬地迎上来 将一个装着冰元素核心的盒子 递出 林佑接过 打开盒子看了一眼 默默点头 嗯 没错 他的表情非常平静 但内心却也止不住地激动起来 因为有了这个东西 之后 他总算可以去找麦格恩 帮忙打造十阶装备了 这一次 他一定要打造出一件 能够抵抗恶魔系异常状态的 强大装备出来 想吧 林佑就收起盒子 直接转身离开 超领的赶了回去 一直到中午的时候 他才带上所有材料 来到矮人不足的超远距离传送阵那里 让矮人们帮忙启动传送阵 传送阵 启动成功 本次传送 需要消耗一千万魔能 请问是否传送 靠 好贵 虽然早就听说超远距离传送 需要消耗大量资源 但真当亲耳听到的时候 林佑还是惊了一下 也让他想用传送阵通伤的想法 瞬间破灭 没办法 还是要花的 传送 声音落下 整个传送阵 就猛然亮起一片耀眼白光 将四周照亮 接着空间一阵扭曲 他和几个随行的蛮锤不足矮人 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第392章 打造套装 超远距离传送 比一般的传送 要花费更多时间 林佑在失重状态中 不知待了多久 才终于传来脚踏实地的感觉 等到光芒散尽 睁开眼睛 一个巨大的广场 便率先映入眼中 边上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矮人 和一座座充满地宝风格的厚重建筑 叮叮当当的锤打声音 不绝于耳 同时还伴随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浪 让他不禁眯起了眼睛 这矮人国的王都 竟然是直接建立在火山区域上面的 到处都是休眠的火山 和火山上面的一大片建筑 看起来非常壮观 而在城市的最深处 一个高举战神之锤的灰红雕像 耸立地面 旁边赫然是一座 镶嵌在火山壁之中的巨型堡垒 光是门户都有数十米高 林佑惊奇不已 他怎么看那个雕像 都觉得就是麦格恩 或者说是矮人族的先祖 林主阁下 请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见国王陛下 旁边一位矮人低声说道 好 带路吧 林佑朝他点了点头 这个矮人 是麦格恩特地留在战锤部族里面 做消息传达的 所以对矮人王都非常熟悉 林佑跟在他后面 一边前行 一边好奇 打量着四周 他发现在街上巡逻的 基本都是暗毛部族的矮人 那些在堡垒里面打造东西 和运送装备的 则是战锤部族矮人居多 也就是和麦格恩同族 至于黑铁和铜须之类的 其他部族 应该是在别的地方办事 并没见到多少 林佑阁下 你怎么来了 这时 一声惊奇的呼喊 从远处传来 林佑脚步一顿 看向声音来源 居然是他的老熟人 烈火 战锤 那个之前一直在战锤部族 负责守卫的矮人战士 也是麦格恩的发小好友 自从麦格恩当上国王以后 他就被麦格恩带到矮人王国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 原来是你 烈火 好久不见 林佑上前打了个招呼 同时打量着对方 此时的烈火 战锤 一身装扮 早已变了个样 武器装备便精良了 不说 整个人看起来也更威武了 不少 身后还带着一只 暗毛部族的守卫队伍 一个个看起来气势不凡 第一 刚才在路上看到的巡逻卫队 明显要强 很多 是好久不见了 最近一直在王都办事 都没什么机会回部族看看 我族人那边还好吧 烈火顺势问道 嗯 还是老样子 林佑点点头 不由看了一眼烈火身后的队伍 倒是你 最近好像混得不错呀 嘿嘿 我现在是国王陛下身边的亲卫队长 负责保护陛下安全 烈火有点 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 他作为麦格恩的好友 自然是最受到信任的人 所以才被麦格恩叫到身边任职 现在回想起来 不久前 他还只是一个矮人小不足的战士而已 还真是变化巨大 对了 林佑阁下 这是来找陛下的吗 正好我要回去覆灭 要不一起过去吧 也行 那就麻烦你了 林佑转头 对身边那个矮人示意一下 就跟上烈火的亲卫队伍 继续朝深处赶去 很快 他们就穿过那个矮人先祖雕像 来到那座最大的火山堡垒里面 也一下找到 正在带着对四处巡视的麦格恩 林佑 你怎么有空来我这脸 看到林佑 麦格恩目光顿时亮了起来 直接抛下手中事情 来到他面前 没打扰你处理国家大事吧 林佑微笑着说道 同时好奇 打量着 四周 这火山堡垒 应该就是矮人国王居住的地方 比外面更加恢弘壮观 而且所有建筑 都是用金属打造而成 防御力惊人 你难得来一次 怎么能受打扰 走 到我的宫殿 去坐坐再说 麦格恩直接拉起林佑的手臂 朝火山堡垒里面走去 那亲密的模样 顿时让边上正在工作的矮人 纷纷侧目 面露好奇之色 没一会 两人就在队伍的簇拥下 来到一座巨大宫殿里面 随便坐吧 我已经叫人去准备一些 你喜欢吃的东西过来了 麦格恩指了指边上的座位 直接坐到他的王位上面 矮人族对于形势不怎么注重 所以宫殿并不算奢华 反倒摆了很多用来喝酒的台子 看来平时没少自娱自乐 林佑没有客气 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前几天 我已经听我朱弟里的族人说了 说 你要过来 还真是难得啊 你既然真的有空 又缺装备了吧 相处了这么久 麦格恩对林佑的脾性 早就非常了解 一脸打趣地说道 林佑耸了耸肩 不然你以为我来这里做什么 专门看你 你他们俩的关系 根本不需要遮遮掩掩 也完全没那个必要 切 一点都不知道 客气 把东西拿来我看看吧 正好我最近实力提升 想打造几件装备试试看效果 你实力又提升了 林佑惊讶道 那是当然 我现在已经久接了 麦格恩一脸臭屁的扬起脑袋 就好像比林佑更快升级 是什么值得让他炫耀的事一样 不过林佑可没心思在意这些 而是被他的话给 惊到了 他可是记得 现在麦格恩身上穿的战神套装 有实力等级 强制提升一级的效果 也就是说 现在的麦格恩 已经能发挥出十阶的实力 这才过了多久 真是变态 什么时候 选不住吐槽道 那不行 以我现在的水平 还打造不出这么强大的装备 麦格恩撇嘴道 不过 打造普通的十阶装备 还是非常容易的 那好吧 十阶也成 反正他这趟过来 就是为了十阶装备 只要能给他打造就行 说吧 林佑就从个人空间里 拿出这段时间 收集到的三样材料 圣灵石 昆虫退壳 和冰元素核心 放到麦格恩面前 咦 圣灵石 你竟然能弄到这种材料 麦格恩拿起 桌上的圣灵石 表情惊讶 是我偶然得到的 这东西 很稀有吗 确实很稀有 圣灵石 是只有在地底深处 大地之气最浓厚的地方 才有可能会出现 非常少见 你想用他打造什么样的装备 我想打造能够抵抗 异常状态的装备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麦格恩抬头看向林佑 眉头皱起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要帮忙吗 不用 林佑摇摇头 我自己能解决 他当然知道 让麦格恩派几个暗毛 不足矮人过来帮忙 是最快能够让他报仇的方法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因为矮人族一旦 牵扯进领主之间的战斗 很容易就会被人抓住把柄 到时候 如果有人借题发挥 对矮人族发难 虽然不至于对矮人亡国 造成太大影响 但也会非常麻烦 他不想把这个麻烦 引到麦格恩身上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想要亲手斩杀张冠 以报偷袭之仇 真不用我帮忙 麦格恩目光一挑 那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就尽快帮你把装备打造出来 大概要多长时间 三天 我现在的实力 只需要三天就行 麦格恩伸出三根手指 这比他之前还要快了两天 接着 他又想到什么 对了 你那条吊坠也给我吧 这个冰元素核心是冰属性的 我想我应该能试着 把它们打造成两件套装 套装 灵诱内心一喜 如果真能打造成套装 那就会获得额外的套装效果 绝对比一般的单件装备 要强很多 没有迟疑 好了 我现在要去地下熔炉那边 你要不先在王兜里待几天 我叫烈火给你安排 也行 等装备打造出来了 我再回去 灵诱默默点头 三天时间并不算长 他以前 也不是没离开过领地这么长时间 更何况来回传送一趟 可是要两千万魔能 他现在虽然不怎么缺魔能 但还没奢侈到这种地步 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在 矮人王兜里面逛逛 这可是许多人想做 都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就这样 又闲聊了几句之后 麦格恩就离开去打造装备了 而灵诱则是在烈火的带领下 安排好住处 然后到王兜里面四处闲逛起来 一晃眼 三天过去 火山堡垒底下的锻造熔炉里面 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锤打响声 经历三天时间的打造之后 麦格恩的打造终于接近尾声 收到消息的灵诱 早早就来到这里 在旁边耐心等待 只见熔炉旁边的锻造台上 两件冒着寒气的事物 正在麦格恩的锤打下不断变形 明明是在如此高温灼热的环境 却依旧还是感受到一股寒气袭来 犹如身处冰火两重天之间 碰 终于 麦格恩的最后一锤落下 两股强悍的规则之力 顺着战神锤 汇入到那两件装备之中 将它们紧紧联系起来 原本冰蓝的外表上面 更是猛然爆发出一股沁人心魄的寒意 竟是一下 将周围的灼热气息冻结 成功了 在旁边观摩打造的矮人们 激动出声 也让灵诱面色一喜 第393章 动手 效果还算不错 你先看看合不合适吧 麦格恩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将战神锤收好 相比之前 它这次明显轻松了很多 也没有再出现那种消耗过大的感觉 谢了 灵诱感激一声 连忙看向锻造台上的两件装备 原本的象牙冰坠 已经被改造一遍 变成一个圆形的手环 属性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装备名称 双灵手环 炮装 装备等级 十剑 特性一 激活后 下一道攻击 直接对敌人附加十层双动 特性二 攻击附带兵属性 每次攻击对敌人附加一层双动 降低1%速度 最高叠加十层 特性三 受到致命一击时 消耗所有能量 代替该次伤害 对十剑以上佩戴者无效 特性 通用 使用者每拥有一块神格碎片 装备效果提升10% 额外 灵魂之枪 受到精神类攻击降低18% 介绍 由玄冰蛮象象牙打造而成 蕴含极强的寒冰气息 双灵套装之一 其中变化最大的 就是第三条属性 原本的效果 是装备破坏代替致致命一击 现在却只需要消耗所有能量而已 虽然不知道能量恢复满 具体需要多长时间 但总比直接破坏来得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介绍上面的变动 双灵套装之一 竟然真的和麦格恩说的一样 直接变成了套装装备 让灵幼目光瞬间亮了起来 连忙看向另一件装备 由三样材料打造而成的金属上身护甲 整个护甲 是根据它的体型打造的 以按金色为底色 深蓝色寒冰穿插其中 看起来气势十足 又不会太过冗余 灵幼迫不及待拿起护甲 查看属性 装备名称 双灵战甲 套装 装备等级 时间 特性一 凝聚一面寒冰护盾 降低受到的25%伤害 持续5秒 并冻结攻击者 特性二 受到攻击时 对攻击者附加一层双冻 降低1%速度 最高叠加10层 特性三 受到的所有伤害 降低10% 特性 通用 每拥有一块神格碎片 装备效果提升10% 额外 圣灵时 所有友方受到负面状态的持续时间和效果 降低25% 介绍 由誓言虫王的外壳 与冰元素核心打造 并完美融入圣灵时的能量 拥有极强的异常抵抗效果 双灵套装之一 好强的装备 看完双灵战甲的属性 灵又忍不住震惊起来 尤其是看到圣灵时的附加效果后 就更是激动不已 所有友方受到负面效果的影响 降低25% 这绝对是他目前最想要的能力 如此一来 再加上三块神格碎片的加成 各种异常状态 对他的效果 就会降低近三分之一 哪怕是张冠的复魂技能 也只能束缚他六分多钟而已 快穿上看看吧 穿上以后 还会激活套装效果 见灵又激动的表情 麦格恩就知道 他对这两件装备非常满意 不由出声催促到 灵又闻言 也马上反应过来 急忙将两件装备穿到身上 双灵套装集齐 成功激活套装属性 冰封 被动 双洞叠加到十层十 触发冰封效果 冻结敌人 持续三秒 好家伙 他就说 两件装备 怎么都是叠加式的效果 原来是配合套装属性使用的 又是减速 又是冰冻 他现在说自己是冰系法师 都没有任何问题 别小看这三秒的冻结时间 在关键时候 绝对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哪怕他用规则之力 发动群攻技能 那也是大范围的控制技能 控场效果堪称一流 怎么样 还满意吧 麦格恩问道 嗯 非常满意 灵又重重点头 何止满意 这简直就超出了他的预期 有这两件装备 在 他斩杀张冠的把握一下 就提升到了九成以上 没问题就好 麦格恩咧嘴笑道 走吧 在这里待了这么久 我得去 好好吃一顿才行 正好给你送行 行 今天我就陪你好好喝一顿 灵又同样笑了起来 一桩大事解决 他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 很快 两人就离开锻造熔炉 回到宫殿里面大白酒席 大吃大喝了一回 一直到临近天黑 酒足饭饱的灵又 才在麦格恩的送行下 来到传送镇那里 好了 传送镇已经帮你激活 以后有机会 记得再过来做客 还有我那边的族人 就拜托你多照顾了 传送镇外 麦格恩对着灵又说道 放心吧 我会的 灵又微微一笑 缓缓走进传送镇内 接着 传送镇光芒亮起 灵又眼前的画面 就一阵模糊 进入一片扭曲的空间之中 等到再次站定的时候 他就已经回到 黄沙城外的 矮人部族当中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下来 漫天星辰浮现 将灵又脸上的表情 映得无比清晰 现在准备工作已经做齐 接下来 朝领队飞了回去 圣域 某个烦恼的夜市酒馆里面 张冠坐于窗边 正听着对面一位 八街领主的汇报 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家伙的领地 就在大荒宫国里面 是的 这个消息并不难查到 好 我知道了 先回去吧 张冠轻转动手中的酒杯 眼中闪过一缕寒芒 和轻面 还真以为躲在宫国里 就没事了 真是天真 不过他也不着急 反正已经知道具体信息 总有动手的机会 也不急于这一两天的时间 结账 一处大喊一声 他就直接起身 离开了酒馆 却没注意到 角落里的另一张桌子旁边 一道人影 一直在暗暗关注着他的动向 见他起身离开 立马点开私信界面 发了几条消息出去 然后也跟着起身离开 一日一早 林佑带着从矮人部族那里 拿到的十几套酒街装备 直接来到圣域里面 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 终于联系上 颜烈和司徒健两人 很快在雕像旁边 会合到一起 怎么样 要动手了吗 司徒健面色凝重地说道 嗯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林佑问 没问题 这几天 我已经派人暗中留意 张冠的动向 他今天应该会到 梦魇之森里面探索 好 那我们开始准备吧 林佑说着 直接从个人空间里 拿出十五套 异常抗性的酒街装备 交给两人 这是什么 颜烈好奇 结果装备 下一秒 他的两个眼珠子 就猛然瞪大起来 这 好变态的装备 竟然比普通装备 还多了一条属性 你上哪弄到这么多的 是我领地里的 矮人工匠打造的 给你还有你的 兽人兵种 装备上吧 这样把握 也会更高一点 矮人 工匠 你领地里面 竟然有能打造 九阶装备的矮人工匠 颜烈和司徒健 震惊看着林佑 尤其是颜烈 路光 瞬间变得火热起来 你这也太不厚道了 有这么好的事 竟然不跟我说 我正愁没有厉害的工匠 帮我打造装备呢 这次计划如果成功了 你的人情我不要了 只要帮我再打造 二十套装备出来 就行 类人型的 兵种跟人形系兵种一样 都是可以穿戴装备的 虽说没有人形系那样 有额外加成 但却也是提升 兵种实力的一种手段 像颜烈现在的兽人兵种 就是几乎武装到了牙齿 而且全都是穿的 八阶装备 现在一听 林佑领地里面 竟然有矮人族的工匠 哪还坐得住 马上先预定了 二十套九阶装备 可以 不过材料 你得自己出 林佑轻松说道 他那的矮人部族里面 能够打造九阶装备的 不止一个 所以 二十套对他来说 并没有多大难度 我出就我出 不就是九阶材料吗 见林佑答应 颜烈顿时喜上煤烧 打算等这次行动结束后 就去收集材料 让林佑帮忙打造 司徒剑看了一遍 这些装备的效果 也是低声说道 有这些装备 在 我们计划的成功几率 等着 顺便做点准备 你还要做什么准备 颜烈好奇道 弄 尸体 林佑眼中寒芒一闪 我需要很多的魔物尸体 到时候 还得你们帮忙 多带一点才行 八阶领主的个人空间 最多只能装下 几百只魔物尸体 所以对青藤的提升 非常有限 可如果有颜烈 和司徒剑帮忙的话 结果就不一样了 绝对可以让青藤的实力 发挥到极致 所以很快 他们就一起离开平台 赶往梦魇之森 然后一边等待消息 一边到周边 收集带血的魔物尸体 时间 也在猎杀魔物中 不断流逝 来了 终于 在早上即将过班的时候 突然传来司徒剑的 一声低贺 林佑和严烈闻言 顿时一惊 确定是张冠吗 在哪个位置 虽说他们已经做足准备 但是要面对九阶领主 心中难免 还是会有些紧张 就在机械帝国里面 正朝 森林这边赶来 一个人 司徒剑看了一眼 私聊消息 陈生说道 林佑目光凛然 将所有兵种召唤回来 然后就骑上飞行坐骑 赶回城门 在旁边找了个 隐蔽的藏身之处 耐心等待 第394章 战九阶 一直到半个小时过后 一辆悬浮汽车 才终于 从远处飞快驶来 稳稳停靠在 城门附近的街边 接着车门打开 一道熟悉的身影下车 随手召唤出一对 恶魔兵种随身 张冠 躲在暗处的林佑 目光一凝 这个地方太开阔了 想要逃跑 非常容易 必须得等到 对方进入森林 戒备醉松的时候 才行 这样他才有 把握斩出后患 刚刚下车的张冠 并不知道 街道两边的建筑里面 正有三双眼睛在 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更不会想到 区区八阶领主 竟然敢主动找他的麻烦 他的实力在九阶中 虽然不算强 但也不是八阶领主 能比的 哪怕九阶领主 想杀他都不容易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非常谨慎 离开机械帝国区域后 就直接召唤出 所有恶魔 将自己团团围在中间 然后渐渐进入 梦魇之森 你们 到前面开路 张冠对几个 熔岩恶魔下达命令 浑然不知 正有几只体型微小的昆虫 远远跟在后面 时刻锁定他的位置 一直到距离 机械帝国很远的地方的时候 他才终于察觉到 一丝不对劲 眉头微微皱起 碰 就在这时 火光炸炼 距离他不足一公里的 一棵大树上面 猛然射出一道火红流光 爆热来 速度之快 眨眼 极致 让张冠面色大变 谁 惊鹤一声 整个人便化作 利剑闪向一边 躲开了大炮的攻击 然而却在这时 他脚底下的土地 突变沙滑 让他两只脚 深深陷了进去 接着 三道寒芒闪过 彻底封锁 他的所有退路 赫然是发动 海市渗楼技能 前行到他身边的无影 枪 剧烈的碰撞声 在林中乍响 张冠的身上 竟是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个护盾 将无影与两个分身的匕首 全部震飞 前行的身影 也一下显露出来 是你 看到无影熟悉的外形 张冠面色一沉 终于认出是灵幼的兵种 没想到自己没去找他 他反倒先过来偷袭自己 胆子不小 出来吧 别躲躲藏藏的了 反应过来的张冠 一脚踏出沙化区域 将恶魔大军 全部召回身边 可却在 这时 漫天昆虫突然出现 在一阵温光的震翅声中 化作黑云 从四面八方 朝他这边包围过来 张冠眉头皱起 终于知道 灵幼为什么敢找他麻烦了 原来是 找到了帮手 不过马上 他就冷笑起来 这些昆虫 顶多只是八街而已 对他根本就造不成多大危险 上 烧光他们 一声令下 熔岩恶魔身上火光冒起 朝空中喷出大片熔岩 让整个天空 都被烧成了红色 吼 忽然 一声震天的咆哮 响起 所有昆虫身上突然冒起 一片红光 速度陡然一提 直接闪过了火焰的侵袭 而在四周的丛林当中 也紧跟着冲出大量植物和兽人兵种 分成两边 将恶魔大军团团围住 没用的 一 就算找再多帮手过来 也赢不了我 声音落下 剩下的求魂魔 也纷纷开启球龙 放出无数怨魂 朝植物和兽人队伍暴掠而去 同时 队伍中 还多出一对恶魔系的稀有兵种 紫衣暗魔 一道道暗黑能量 甩出 在双方队伍中 炸开 本来还来是汹汹的植物军团 和兽人军团 势头顿时一指 被恶魔大军挡了下来 嗯 然而 张冠马上就察觉到不对了 他发现自己 引以为傲的诅咒 和恶魔系的种族天赋 竟然对林佑他们的兵种 没有造成多大影响 降低属性效果 也非常有限 反倒是他的恶魔兵种 在对方的攻势下 渐渐败下阵来 没一会就有好几个熔岩恶魔 被击杀当场 你不会以为 我什么都没准备 就过来找你麻烦吧 坐在 妖帝龙背上的林佑 一个滑翔落到地面 隐藏在另外两个方向的炎猎 与司徒剑 也紧跟着现身 三个人 带着各自兵种 形成合围之势 而林佑身上的双灵战甲 则是散发着一股异样寒气 为他们的兵种降低 受到的诅咒效果 在野蛮咆哮的加持之下 三大兵种队伍如有神助 竟是跟张冠的 恶魔上千九阶恶魔 打得旗鼓相当 嗖 嗖 嗖 司徒剑的幻影螳螂 率先发难 化作一道道 残硬切开恶魔身上的血肉 爆开大团血物 小的慢 跟我一起冲 身穿新装备的炎炼 手持一柄巨斧 率领兽人军团 与恶魔大军 狠狠冲撞到一起 在林中激战起来 三个八阶领主 这就是你的底气吗 张冠冷笑一声 话语中充满不屑 接着 他的面色猛然一沉 大片火光 突然在所有熔岩恶魔身上冒起 恶魔之火 发动 能够在短时间内 大幅度提升火焰伤害 转眼间 恶魔大军气势大涨 在空中汇聚漫天火雨 化作一颗颗硕大陨石杂落下来 所到之处 草木焚毁 空气炸炼 仿佛整片天空 都被染成了红色 结阵 对张冠的手段 灵幼早就非常了解 直接大喊一声 守护壁垒和生命帷幕 直接发动 将炎猎司徒舰的冰种保护在内 而他的植物冰种 则是发动 孤注一致密宝效果 将共生苔藓的所有属性 转化成体质 轰隆隆 一连串剧烈爆炸 回荡耳边 数之不尽的火焰陨石 在冰种队伍中炸开 将整片森林都化成了火海 焚烧着周围的一切 然而 如此恐怖的攻势 却完全没办法 对灵幼他们的冰种 造成太大伤害 刚一受创 就马上被群体治疗拉了回来 仅有少数几个没吃到 技能增益的冰种 被击杀而已 其他冰种 则是依靠大技能 硬生生扛住 等到各个技能 加持效果过去 恶魔之火也跟着中断 气息弱了下来 张冠心头一震 他 感觉灵幼的冰种 好像比上一次碰到的更强了 竟然让他感受到一丝危险 进攻 灵幼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立马下达反攻命令 同时大手一挥 将青藤召唤出来 所有植物在古术队伍的开路下 与恶魔大军狠狠冲撞到一起 隔着包围圈 疯狂对轰起来 另一边的眼裂与司徒剑 也是紧跟着抱起 对眼前恶魔发起 猛烈攻击 整个场面混乱不堪 不断有兵种倒下 竟是凭借三人加起来的数量 打来的势均力敌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张冠隔着兵种 阴沉注视着灵幼 短短几天而已 这个被自己逼得 传送逃走的蝼蚁 竟然就已经成长到 能与自己正面抗衡的地步 如此恐怖的潜力 如果被他升到九阶 还得了 今日留不得你 一声力喝 张冠终于不再保留 将三百个熔岩恶魔 找到身边 在三个方向上面 构成血色大阵 紧接着 一股浓烈血气猛然爆发 将靠近的兵种 全部击退 不好 是恶魔陷阱 司徒见惊声大喊 恶魔陷阱 那是恶魔系的专属能力 能够将兵种陷阱 并把能量注入 单个或多个恶魔体内 陷阱数量越多 属性提升就越大 甚至能发挥出 远超当前等级的战力 整整三百个恶魔 绝不是他们能够 抵挡得了的 把尸体全部扔出来 吞天没办法吞噬 比自己等级高的技能效果 灵幼没有迟疑 直接把个人空间里面 存的四百多具尸体 一股脑的扔给青藤 炎烈两人健壮 顿时精神一震 一位的青藤 猛然掠出无数藤腕 将尸体全部接住 转眼就抽干 上面尸体的血肉 而他的气势 也跟那三个 接受献祭的紫衣恶魔一样 飞速拔高 然后在双方的一声令下 再次碰撞到一起 轰隆 三个紫衣恶魔的暗黑能量 在青藤的藤腕森林中炸开 直接将大片藤腕炸成粉末 青藤也不甘示弱 断之迅速恢复 从四面八方略向紫衣恶魔 将之包围在内 整个森林里面 全是他疯狂扭动的巨型藤腕 那壮观的场面 只把边上的 炎裂和司徒剑 看得一脸震撼 也终于明白 林佑为什么会让他们 帮忙收集尸体了 眼看三个献祭后的紫衣恶魔 被青藤拖住 他们顿时气势大涨 连连对各自兵种 下达进攻命令 在与林佑植物军团的合力之下 竟是将剩下的恶魔军团 打得节节败退 该死 张冠目自欲裂 自己的最强手段恶魔陷阱 全被挡下来了 这就造成了 他仅剩的六百多个兵种 根本没办法挡住 林佑他们的联合进攻 才不过转眼功夫 就有上百只恶魔倒下 让他的防线再次缩小 一下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自己竟然 被三个八阶领主 逼到这种地步 张冠面容扭曲 虽然心中难以接受 但还是萌生退役 渐渐向后退去 他想要逃跑 快拦住他 炎裂和司徒剑 一直在注意着张冠的动向 立马就看出他意图 连连对兵种下达指令 炎裂的兽人军团 更是直接发出一声咆哮 双眼变得赤红起来 兽血沸腾 逆饱 发动 半分钟内提升30%的力量 并进行同类以外的无差别攻击 再配上类人型的种族天赋 受到攻击时提升全属性 和他的气势加持能力 一下让兽人军团的气势 冲破九阶 盖国恶魔兵种一头 第395章 合力绞杀 剑炎裂爆发 齐开 司徒剑同样没有保留 所有幻影螳螂的速度 陡然一提 分裂出一个个幻影 数量之庞大 居然比普通幻影螳螂 多了一倍 足足2000个幻影 这就是司徒剑的最终手段 灵幼惊讶不已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司徒剑 动用这个能力 竟会如此强悍 没用的 你们拦不住我 张冠大和出生 几个熔岩恶魔出现 带着他陡然冲上高空 掠出森林 其他恶魔 则是收缩战圈 拖住灵幼他们的进攻步伐 近500的九阶兵种 想要短时间内击杀掉 根本不可能 所以张冠 才会这么的有恃无恐 凭借九阶兵种的速度 八阶灵主想拦住他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等这次回去之后 他一定要把今日之耻 加倍奉还 让这几个家伙尝尝 绝望的滋味 张冠面色阴寒 看着底下三人 尤其在看向灵幼的时候 眼中更是涌现出浓烈杀意 正是因为他 才会让自己如此狼狈 要是被别人知道自己 竟然被几个八阶灵主 逼到这等境地 那他肯定会被沦为笑柄 这让他如何能忍受 等着吧 在心中冷哼一声 速度再次提升 一下冲出森林 然而却在这时 一边陡生 一根速度极快的细小木刺 突然穿过恶魔大军 朝他抱怜来 张冠面色一变 犹如惊弓之鸟 想要躲开 却已经为时已晚 那根蕴含着恐怖寒意的 木刺化作残影 直接命中他身下的恶魔 陡然间 寒气炸开 飞行当中的熔岩恶魔 瞬间被冻成冰雕 什么 张冠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已经伴随 恶魔冰雕飞速坠落 重新落回到森林里面 没错 正是灵幽 十阶套装的套装效果 能将敌人冰封三秒 而那根木刺 则是他发动双灵手环上面的 主动技能 用规则之力发出的 虽然对火系冰种的持续时间 可能会有所缩短 但却足够了 灵溪 一声大喝 灵幽身边的灵溪 立马高举紫罗兰花杖 发动施法最快的荆棘 缠绕 一下 将空中坠落的张冠 缠住 不给他召唤兵种救援的机会 另一边的炎烈司徒剑剑壮 顿时精神大振 快 拖住他们 没有丝毫犹豫 马上转换进攻策略 让自己的兵种 拖住那些恶魔 给灵幽创造机会 与此同时 灵幽规则之力 运转 野蛮咆哮再次发动 所有兵种气势再次提升 终于成为压垮恶魔大军的 最后一根稻草 彻底攻破防线 不 张冠惊声大喊 脸色瞬间惨白 只是 迎接他的 却是一股无形的精神波动 狠狠冲击到他的脑海当中 让他大脑一片空白 碰 火花炸链 等待已久的大炮 终于出手 一颗炽热子弹冲出 笔直掠向天空 在森林中 划过一道长长的红色残影 噗 血肉被冻穿的声音响起 一团鲜红的血雾 在张冠脑袋上爆开 直接贯穿过 野蛮咆哮加持下的致命狙击 威势滔天 再配上诸多联合控制 哪怕张冠实力了得 都瞬间毙命 化作尸体重重摔落下来 砰的一声 溅起大片尘土 击杀九阶领主 获得九亿魔能 九阶领地精华X1 伴随着冰冷的提示 响起 所有恶魔纷纷哀嚎一声 毙命当场 也让整个场上瞬间一静 死 死了 成功了吗 严烈和司徒剑瞪大双眼 看着远处的尸体 和天空中 不断坠落下来的恶魔 一时间竟是没能完全反应过来 不过马上 他们就精神一震 露出激动狂喜之色 成功了 他们真的成功 杀掉了九阶领主 这简直就像 是在做梦一样 让他们差点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连灵幼都是心中一片恍惚 呆呆看着张冠的尸体 经历这么多天的准备 和这么多天的谋划 他终于成功 解决掉这个心腹大患 压在心头的巨石 总算落了下来 呼 长出了一口浊气 整个人如是重负般的跌坐在地 胸口剧烈起伏 幸好 张冠身上 没带有其他保命的东西 不然要是拼死一搏的话 结果还真就不太好说 也多亏了严烈和司徒剑在一边帮忙 给他创造了绝佳的斩杀机会 以八阶之躯 斩杀九尖 这件事 如果传出去的话 绝对会引发一片轰动 怎么样 还好吧 严烈和司徒剑走了过来 嗯 你们这边呢 灵右抬头看向他们 司徒剑因为一直在后方指挥 所以只是看起来有点狼狈而已 并没什么大碍 相比之下 严烈就 凄惨多了 身上到处都是伤口 鲜血染红一惊 顺着手臂不断滴落下来 这家伙 明明只是帮个忙而已 竟然还这么拼命 没有废话 马上叫来一大堆治疗兵种 这么拼的份上 装备加到三十套怎么样 严烈咧嘴笑道 丝毫不在意 自己身上的伤势 行 给你五十套 都行 都这样了 还惦记着他的装备 一下就把灵右逗乐了 然后想了一下 就点开交易界面 分别给两人交易过去 三亿魔能 这是 司徒剑疑惑地看着他 杀掉那家伙 得到的 刚好一个人三亿 都收下吧 这么多 司徒剑惊讶到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严烈直接把魔能收掉 一场战斗 收获三亿魔能 这来钱速度 简直比抢劫 还快 九阶领主的家底 果然非同反响 唯一可惜的 就是 张冠个人空间的东西 没被爆出来 这个世界的规则 就是这么坑 除了少数 比较特殊的东西以外 击杀领主 都只能获得 最基础的魔能 和领地精华 还有神格碎片 剩下的其他东西 全部被没收充公 不然 以张冠一个 九阶领主的身份 身上 至少都会有 几十上百颗 八阶领地精华 能拿到的话 绝对够他们 大赚一笔了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刚才的战斗 好像把其他领主 引过来了 司徒剑收过魔能 目光凝重地 看向四周 隐约间 已经能听到一阵声响 正朝这边 飞速靠近 好 先回去再说 灵又同样听到动静 没有废话 连忙起身召集兵种 这次战斗 他的兵种损失并不多 只少了十几个而已 炎猎和司徒剑 两人的损失相对大一些 差不多达到三分之一以上 不过 有刚刚得到的三异魔能 完全足够再重新招募出来 还有富裕能拿来买其他东西 进行提升 总的来说 还是赚了 走吧 时间紧迫 他们也来不及清理现场 只是简单处理掉一些明显的痕迹 就没有再久留 匆匆离开 朝圣域赶了回去 果然没过多久 就有几道人影 出现在战斗地点附近 幸好他们离开得够快 并没有被发现 半个小时后 终于回到机械帝国 坐上开网控制中枢的悬浮汽车 扬长而去 眼看梦魇之森 距离他们越来越远 三个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你们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司徒健率先问道 我应该是会在森林区域继续探索 尽可能地提升实力 林又想了一下 说道 这次战斗 让他深刻了解到了 九阶领主的强大 仅仅只是一个最普通的九阶而已 就把他们三个逼的手段进出 惊险异常 若不是提前做了一大堆针对性准备 和两件十阶装备加持的话 恐怕这次输的还会是他们 所以 他打算在下次万劫战场之前 尽可能地收集资源 把实力提升到极致 我也一样 这段时间 我准备先把领地发展起来 让信仰能长快一点 严烈紧跟着说道 他的气势加持能力 注定了 他要亲自上场战斗 所以自身的实力 就更显得尤为重要 实力提升 那他的生存能力 也会大大提升 这对他来说 就是重中之重 我的话 这段时间 应该是要回去跟那个家伙 解决我们之间的事情 司徒剑声音略显低沉 那个家伙 是指长风大帝吗 对 我们之间的矛盾 也是时候该解决了 似乎这次斩杀九阶行动 给了司徒剑莫大的勇气 他的目光突然便坚定起来 他身为大帝之子 没有依靠大帝的福泽 凭借一己之力 达到这样的高度 对于很多人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优秀的了 林又曾听说过 他与长风大帝之间的一些事情 似乎 从小开始 长风大帝就对他非常严苛 甚至比对手下还要严苛 这也造成了 长风大帝很多时候 并没有尽到一个作为父亲的义务 只把司徒剑 当成一个继承工具 再培养 最终矛盾积累到顶点 父子决裂 林又不知道这背后 有没有更深层次的隐秘 也没去过问太多 沉默片刻后 便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以后 有机会在一起合作吧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叫我 嗯 我会的 司徒剑默默点头 大概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 消耗太大 三个人都没在说话 靠在座椅上眯眼休息 也让整个车上 渐渐被安静下来 一个小时后 他们终于回到圣域里面 在浮空群岛上互相告别完 林又就直接传送回领地 道 世界树下 用刚得到的魔能 把损失的兵种补齐 而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回来没多久 张冠被击杀的消息 就犹如一阵飓风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圣域 第396章 花之使者 听说了吗 那个张冠 在梦魇之森里面 被人杀了 张冠 难道是那个 凌云王国的九阶领主 没错 就是他 今天几个兄弟 到梦魇之森探索的时候 发现了他的尸体 就躺在森林里面 卧槽 一个九阶领主 就这么死了 谁这么猛 这还用说 肯定是其他九阶领主干的 好死 张冠那家伙人品不行 我早就看他 不顺眼了 九阶领主 对于整个大陆来说 并不算多 所以基本大多数领主都认得 就算不认得 也应该都听说过一些 所以当张冠 被杀的消息传开的时候 还是引起了一片轰动 全都在猜测着 凶手是谁 有的则是痛快大骂 似乎平日 没少受张冠欺凌 虽说九阶领主死掉 会对戒狱气韵有所影响 但像张冠这种 对童族下手的家伙 并没有多少人会同情他 只能说 活该 死得好 而就在众人 对此事议论纷纷的时候 作为当事人的灵诱 则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在领地里面 继续突变冰种 一直到半个多小时过去 他才终于把损失的冰种补全 再看看魔能 还剩下 2.7亿 基本都是消耗在 突变共生苔藓上面 不过这点消耗 对现在的他来说 并不算什么 突变完冰种 灵诱 就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来到英雄转化池上面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考虑 剩下的一个英雄名额 给谁 思前想后之下 还是决定把这个名额 用来强化王族冰种 所以他的选择 就只有共生苔藓 紫罗兰花杖 灾厄剑竹 木盾玄规 这四个装置冰种 考虑到青刚 已经装备了剑竹 和龟盾两个装置 他目光最终落到了 灵诗手中的紫罗兰花杖上面 紫罗兰花杖 作为稀有冰种 潜力绝对是要比 普通冰种大一些的 而且 他的技能形态 也非常优秀 与灵诗的远程法术攻击 完美契合 好 需要消耗八万魔能 请问是否转化 是 声音落下 一股柔和的生命气息 将紫罗兰花杖包裹 一株株花束绽放开来 等到转化成功的提示 响起 他的属性 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名称 紫罗兰花杖 稀有 种族 植物 英雄 等级 八阶 490 5000 力量 2050 体质 2110 敏捷 1850 精神 2318 技能 紫罗兰花园 相生相杀 花之杖 花之使者 装备者 获得相生相杀效果 不可叠加 介绍 一种非常美丽的花朵 温和的外表下 隐藏着无尽杀鸡 装置类兵种之一 嗯 装备者获得相生相杀 看完属性 零又一下正住了 这岂不是说 用紫罗兰花杖 击杀敌人时 灵溪可以获得 对方10%的属性 这效果好啊 因为哪怕是 击杀最普通的 八阶兵种 至少都能获得 平均200点的全属性加持 而且 对方属性越高 提升越大 还持续到紫罗兰花园 消失为止 只要一直击杀敌人 那就 相当于永久性的属性 BUFF 提升绝对非常巨大 还不错 正好明天 到秘境里面试试效果 零又满意地 关掉界面 让灵溪重新装备上花杖 接着 她就离开领地 到黄沙城 去找薛长贵 安排一些 关于领地发展的事情 就这样一直忙活到天黑 才回到领地休息 第二天一早 天一亮 零又就起身 穿过传送门 来到圣域里面 经过一天时间的发酵之后 张冠被杀的消息 已经渐渐传开 所以 她今天暂时不打算 去梦魇之森探索 而是 来到平台中央的 秘境之门那里 准备刷几次八阶秘境 把老兵种的经验 全部提升到满值 如果运气好 能出个圣物秘宝什么的 当然最好 嘿 兄弟 要不要 一起去刷八阶A级秘境 我们正好缺个治疗 正想着 边上突然传来一声 询问 几个正在召集 秘境队伍的领主 一眼就注意到 林佑身边的灵犀 马上对她 发出邀请 不用 我习惯一个人刷秘境 林佑微微一笑 婉拒了他们的邀请 却不料 对方队伍中一个大汉 突然站出来 满脸不爽地看着她 小子 连考虑都不考虑 就拒绝 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说着 直接召唤出 两只八阶一虎 拦住她的去路 老娘 别乱来 那名看起来 像是队长的中年男人 面色一变 就想要出手制止 可下一秒 林佑眼中一缕寒芒 闪过 那两只一虎 突然惨嚎一声 一大片目刺 在他们身体里面 猛然炸开 直接毕命当场 而林佑身边的灵犀 还保持着 发动技能的姿势 好快 中年男人 和他身边的队友 内心大惊 不敢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两具尸体 甚至都没注意到 灵犀是怎么出手的 还不等他们反应 那两具尸体上面 忽然绽放出 一簇簇簇紫色罗兰 朝四周飞速蔓延 转眼就在平台上 构建成一个巨大花园 接着根筋花树 一阵扭曲 生长 没一会就变成几个 跟他们和身边兵种 极为相像的复制体植物 那诡异的场面 顿时把边上 其他领主吓了一跳 一个个精的远离花园 锁在位置 怎么回事 这里怎么会 突然出现一个花园 好像是植物系的技能 好诡异的技能 我刚才站在边缘 竟然冒出一个 跟我长得差不多的怪物 大家小心 众人惊呼连连 都不敢靠近花园范围半分 而身处在花园当中的 中年男人 和他的几个队友 也早已被眼前的景象 吓到 不禁握紧手中武器 可以了 这时 灵犀的声音响起 灵犀取消技能 原本绚烂无比的紫色花园 瞬间消散 化作能量消失在平台上面 就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 灵犀没有理会呆滞的众人 带着灵犀直接 朝边上的秘境之门走去 转眼便消失不见 又过了好一会 那被称作老牛的大汉 才终于两脚一软 跌坐在地 额头上满是汗水 竟是在不知不觉中 浸失了衣领 咕噜 他的几个队友 咽了咽口水 震惊看着灵犀消失的方向 对老牛的实力 他们是非常清楚的 在八阶中 至少都能达到中上游的水平 仅仅一击 就轻松秒掉他的两个兵种 绝对没几个八阶领主能做到 光是这份实力 就足以让他们动容了 幸好对方没跟他们一般计较 不然 他们怕事 只能逃回领 那还敢再待在这里 对视野 就匆匆转移到其他平台上面 生怕灵犀改变主意 突然折回来 找他们麻烦 这个插曲 并没有对灵犀 造成多大影响 走进秘境之门以后 他很快就来到了难度选项界面 请选择副本评分难度 SSS级 1999评分 灵犬不暇思索地回答 八阶秘境 评分是在1001至2000之间 最高难度为2000评分 也就是会出现九阶领主魔物 其他评分则是会出现九阶首领 灵犬虽然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 但还没自信到 凭借八阶之躯 去直面九阶领主魔物 先不说等级压制的各种效果抵消 光是那平均两万的属性 就够他喝一壶的了 尤其是敏捷 哪怕他大炮和无影的单体输出再高 也没办法跟上这么恐怖的速度 到时候万一他被盯上 也只有直接跑路 难度选择成功 正在分配秘境 刷 光芒闪过 再次站定的时候 灵犬发现自己 已经来到广阔荒原上面 目光所及之处 全都是一个个 从地面凸起的巨大一穴 几乎遍布了整个荒原 秘境分配成功 当前秘境 狂以天灾 该秘境难度较大 请小心应对 昆虫系秘境嘛 灵犬面色亚异 如果这个时候 有猪龙草的捕食者技能的话 那他估计会轻松很多 不过问题不大 毕竟都只是八肩魔物而已 正想着 远处的荒原中 突然传来一阵沙沙的声响 仿佛感应到他的到来 数之不尽的黑影 从各个乙学中涌现出来 转眼就在荒原上 汇聚成一大片黑色 天空之中 更还有一大片 带着翅膀的飞翼 犹如黑色潮水般 朝他这边汹涌来 这 这问题大着了 灵犬惊了 没想到一开局 就出现这么多蚂蚁魔物 几乎遍布了整个天上地下 少说 也有近3000只 而且一个个体型标状 简直比土狗还大 名称 弑牙行军蚁 普通 种族 昆虫 等级 八阶 SSS级 力量 2800 体质 2200 敏捷 2300 精神 2260 技能 聚力 适要 团结之力 混沌 全属性提升100% 介绍 力量非常强大的一类 喜欢成群结队 出现非常棘手的八阶魔物 不愧是接近最高难度的秘境 力量属性 直接突破八阶上线 达到2800的程度 灵犬不敢大意 直接把兵种全部召唤出来 防守阵型 一声令响 古术军团就在青藤的藤万森林外 一字排开 摆出防御阵型 转眼间 双方队伍就在一阵嗡嗡的震翅声中 狠狠冲撞到一起 第397章 兵系法师战斗一开始 手持剑盾的青钢就一马当先 冲上去 一剑斩出 灵力无比的剑气撕开空气 将冲在最前面的几只行军蚁 拦腰斩断 同时一甩手中的盾牌 拍飞几只落下来的飞蚁 颇有一副当官万副莫开之势 紧接着 其他职务纷纷出动 开始对一群狂轰烂炸起来 本来面对十倍于自己兵种数量的魔物 林右还有点心虚的 不过战斗打响后 他就渐渐放下心来 因为那些被击杀掉的行军蚁 很快就被附生成一大片不死之花 慢慢弥补了数量上的差距 把一群最凶猛的一波冲击挡了下来 去吧 天上就交给你了 林右对身边的孤妖王说了一句 让他带着蘑菇军团 直接骑上六只植物龙飞上高空 往包围过来的 飞蚁大军狂扔蘑菇 引发一大片爆炸 击杀八阶魔物 获得一千点魔能 击杀八阶魔物 获得一千零一十一点魔能 击杀八阶魔物 获得九百七十九点魔能 一时之间 飞蚁的尸体落入雨下 从空中不断坠落下来 成长到这种程度的蚂蚁魔物 身上已经开始出现血液 虽然不多 但青藤还是来者不拒 冲出无数藤腕卷住那些尸体 抽干血液 让自己的攻势更加迅猛起来 就在这时 行军蚁群似乎感受到 这些植物兵种的强大 突然仰天发出沙沙的刺耳声音 转眼间 一股嗜血鸿芒 在乙群中冒起 力量和速度属性 直接暴涨百分之三十 赫然是他们的团结之力技能 青刚 眼看植物军团被再次逼退 大片不死之花和召唤出来的树妖 被乙群淹没 灵又没有犹豫 朝青刚大喊一声 收到命令的青刚 直接发动野蛮咆哮 让所有植物属性一下拔高 将乙群挡住 在荒原上混战起来 这时 一直在率领花精兵种 进行治疗的灵溪终于出手 英雄级的紫罗兰花杖 轻轻一指 漫天锋利目刺 凝聚 朝行军以最密集的地方 急射而去 瞬间秒掉一片 下一秒 紫罗兰花园绽放 将周边整个百米范围内的 行军仪 笼罩在内 生成一个个植物复制体 与他们激占到一起 嗖 残影掠过 身形鬼魅的五影开启 海市蜃楼 化作三道影子 游走在紫罗兰花园之间 不断收割人头 速度之快 那些行军蚁 连摸都摸不到他一下 寒光一闪 就已经成为刀下亡魂 让无影的经验之飞快 猛涨 而那些本体死后 复制体 直接获得他们10%的属性 又立马加入到 其他复制体的战斗中 就这样以滚雪球之势 将进入紫罗兰花园的行军蚁 全部击杀 真变态 看到如此画面 哪怕灵佑自己 都忍不住大呼变态 而在相生相杀的属性加持下 灵溪的攻势更加迅猛 大片大片攻击 落入蚁群当中 在整个场上 绽放出无数花园 后方的大炮也没闲着 带领爆裂射手 和冰霜射手 支援空中的孤妖王 一个贯穿一击 就直接清空一片 渐渐的 复制体 加上不死之花 灵佑这边的冰种数量 总算压过蚁群 开始慢慢朝荒原内 继续推进 一直到深入到荒原内部的时候 四周终于出现新的蚁类 名称 爆裂熔岩乙 普通 种族 昆虫 等级 八阶 SSS级 力量 2100 加2100 体质 2100 加2100 敏捷 2500 加2500 精神 2500 加2500 技能 自爆 自爆强化 爆裂熔岩 混沌 全属性提升100% 介绍 蚂蚁族群中的工艺 擅长以自杀式的自爆攻击 来抵御敌人 爆炸威力非常恐怖 看那一只只身体发红的蚂蚁 灵幼 顿时一阵头大 有自爆技能 就算了 还来个自爆强化 这还不够 最后竟然还弄出一个 克制植物系的火焰爆炸 而且数量 比前面的行军蚁还多 如果被它们近身的话 它的植物兵种 怕是要吃大亏 正好 试试看套装效果 眼看那一大片火红身影 朝这边飞速靠近 灵幼立马凝聚 规则之力 发动猪龙草的 腐蚀酸雨技能 而在双灵套装的加持下 腐蚀酸雨的云层 爆发一股寒意 降下来的酸雨 直接变成冰属性攻击 啪啪啪地落入乙群 当中 原本还来势汹汹的熔岩蚁 身上 全部挂上一层寒气 速度瞬间慢了下来 而在酸雨的密集攻击之下 它们身上的双动层数 很快达到十层 触发套装效果 一个个被冻成冰雕 果然有效 灵幼欣喜不已 终于体会了一把 当兵系法师的快感 眼看越来越多的熔岩蚁被冰封 没有犹豫 马上对冰种下达命令 用远程攻击 对它们进行轰炸 腐蚀酸雨 对灵幼的消耗并不大 所以它也没闲着 继续在各个方向降下酸雨 阻挡熔岩蚁的步伐 将它们全部抵挡在十几米开外 再由远程冰种射杀 简直比前面的行军蚁还轻松 不过灵幼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它久接冰破大刀的双动效果 是近战触发的 并不能跟双灵套装叠加 也触发不了套装效果 不然没五下攻击 就能冰封一次 效果绝对爆炸 就这样在一路推进一路轰炸中 整个队伍终于穿过荒原 来到荒原深处 一个最大的蚁巢那里 而在蚁巢旁边 赫然有一只高达数十米的蚁后 就这样攻着身形 匍匐在蚁巢上面 名称 施牙蚁后 首领 种族 昆虫 等级 九阶 SSS级 五千 加五千 敏捷 三千五百 加三五零零 精神 四千九百 加四九零零 技能 超再生 蚕乱 呼唤蚁群 混沌 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一百 介绍 施牙蚁群的蚁后 本身攻击能力不强 但却能召唤大量眷属 并拥有很强的生存能力 还好 只是召唤类的九阶首领而已 对现在的灵幼来说 简直就是送菜 去吧 把它解决掉 一声令下 它身边的植物大军变化作潮水 潮施牙以后包围过去 发起猛烈进攻 两分钟后 一声充满不甘与愤怒的嘶吼 传遍整个秘境 施牙以后 庞大的身躯重虫摔倒在地 击杀九阶首领魔物 获得十万魔能 恭喜你 成功通关SSS级秘境 目前评分1999 登上八阶秘境积分榜第一名 对于登上积分榜第一 灵幼并不意外 因为它的推进速度 确实不是一般的快 尤其在中段面对熔岩椅的时候 基本都是一路平推过来的 没费多少力气 要是连这样都登不上榜首的话 那它就不用混了 它现在最在意的 反而是秘境通关的奖励 听到通关提示响起 马上就脱离队伍 来到施牙以后尸体旁边 赫然有三样东西 静静躺在地上 爆东西了 灵幼面色一喜 连忙看向那三样东西 一颗八阶领地精华 一颗九阶以下 加500点经验的经验球 都是最基本的东西 但第三样 却是一张看起来不俗的银色卷轴 这也是灵幼这两个月以来 在秘境里面爆出处 基础奖励以外的东西 时隔这么长时间的开张 还真是不容易啊 马上拿起卷轴 查看属性 道具 蝉卵 冰种技能 等级 八阶 使用次数 三 三 介绍 可对指定冰种使用 使其学会蝉卵技能 并替换掉其中一个技能 昆虫系冰种可使用 哦哦 昆虫系的招牌技能 没想到竟然会是这个东西 昆虫系的产卵 跟亡灵系的亡灵召唤不同 它是重新培育 一个新的个体 所以并不会像亡灵系那样 到达一定时间 能量耗尽后消失 这一张卷轴 就能造出三个宠母 只要好好培育 那就是一只数量庞大的昆虫队伍 对那些没有产卵兵种的领主来说 绝对是非常渴望得到的好东西 最重要的是 这个卷轴的变动性 哪怕一些没有产卵技能的昆虫兵种 也能使用 实现大批量制造 完全不是梦 而且还不占招募 位置 好东西 有机会去问问司徒剑那家伙 要不要 灵佑称得上朋友的几个人 里面 只有司徒剑是昆虫系的 这东西 留给他 看看 能不能换到什么好东西 这样也总比拿去直接卖掉的好 喜滋滋 将卷轴收好 灵佑这才起身 带着兵种离开黄园 飞速赶往秘境入口 准备再多刷几次秘境 而此时 浮空群岛上面 那些聚在八阶秘境榜单面前的领主 也终于注意到 榜单上的变动 快看 第一名被挤下来了 咦 第一名竟然被人抄了 卧槽 还真是 好像是那个大荒公国的 灵佑 灵佑 是他 人群中惊呼不断 全都被榜单最顶端出现的名字吸引过去 灵佑的大名 对于很多八阶领主来说并不陌生 也听过不少关于他的传言 但真当他已会当灵绝顶的姿态 登顶八阶榜单的时候 还是被深深的震撼 要知道 此时挂在榜单前几名的那几个家伙 可都是公认的顶级八阶强者 而且也都是耳熟能详的老灵主了 虽然传言中 灵佑的实力非常强悍 但亲眼见过的 毕竟只是少数 加上灵佑本身又不怎么 张扬 所以很多人都 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结果没想到 今天突然就被打脸了 而且还是狠狠的一巴掌 甩在他们脸上 第三百九十八章 围攻 反围攻 队长 你说这个灵佑 该不会就是刚才 我们碰到的那个吧 榜单旁边的一角 之前邀请灵佑的那个小队 也在其中 表情惊异不定 实物系 实力又如此强大 不正跟传言中一样吗 这个猜测 更是让队伍中的老牛 冷汗直流起来 终于知道自己 惹上了什么人 幸好只是小摩擦而已 不然要真动起手来 他们恐怕讨不到好果子 吃 这回长记性了吧 以后做事别这么冲 被称为队长的中年男人 瞥了老牛一眼 语众心长地说道 老牛文言 顿时耸拉着一张脸 不敢反驳 显然他也知道自己这回 差点惹了个大麻烦 另一边 通关秘境灵佑 很快就传送回到 浮空群岛上面 他统计了一下 这一趟下来 魔能一共涨了 一千万左右 比七街 秘境到了近一倍 这可比跑到外面 到处找魔物 快太多了 如果可以无限刷的话 他岂不是就直接 发家致富了 想到这里 他就再次进入 秘境之门 选择相同的难度 五百万魔能 听到脑海中 响起的提示 灵佑差点以为 自己听错了 八街秘境的门票费用 竟然直接翻了十倍 一次五百万 每多刷一次 再涨五百万 不断往上累积 也就是刷到第三次的时候 基础收益 就已经与门票费持平 难道是为了限制 九街领主 到最高难度 刷本源水晶 如果真是这样的 那一切就都变得 合理起来了 就是不知道 最高难度里的 九街领主魔物 击杀后 掉落本源水晶的概率 有多大 按照七街秘境的规律 恐怕会比魔物 外面的领主魔物低很多 这门票投入 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 进入次数多了 估计连九街领主 都支撑不起 但不刷又不行 毕竟这也算是一个 稳定出九街领主 魔物的地方 在外面想遇到可不容易 这么看来 九街还真是一个 烧钱的等级啊 进入感叹中 灵佑直接选择 是 再次传送到 新一轮的秘境里面 就这样一直通关了 五次之后 他大部分兵种的经验 终于达到满值 也放弃了再继续刷的打算 经验满值之后的兵种 属性 基本都达到了 当前等级的上限 普通兵种平均2000点 稀有兵种 平均2250点 灵佑的四叶草兵种 虽然是普通级的 但在30%体质加持下 生存能力远超稀有兵种 同时还能触发 领地圣物的 效果 获得体质百分比的护盾 可以说生存能力 直接拉满 就算攻击低一点 也能把敌人慢慢耗死 以他现在的实力 总算可以到梦魇之森 继续猎杀九阶 首领魔物 积攒本源之力 听说戒鱼联盟那帮家伙 最近越来越猖狂了 正想着 边上突然传来一阵低声议论 灵佑目光一动 看向声音来源 发现几个领主 正聚在秘境之门边上闲聊 而口中提到的 赫然是关于永恒界 与魔源界的消息 不知道那些戒鱼怎么想的 竟然组成什么联盟 难道还真以为 戒鱼之间好好合作吗 据说现在已经有几十个戒鱼 加入了 不知道在谋划着什么 总之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碰到其他戒鱼的人能避就避 他们好像都是好几个人 一起行动的 咱们外出探索的时候 最好多找几个同伴 几位领主的话语中 充满了担忧 但更多的 还是不满和愤慨 都是因为那些家伙 搞得现在人心惶惶 到魔物未面探索 都得小心翼翼 要么组队行动 生怕突然遭到偷袭 灵又听着他们的议论 眉头也是微微皱起 他接下来 可是打算 要到梦魇之森猎杀魔物 自然不希望被这种麻烦式缠身 浪费宝贵的时间 毕竟距离下次万界战场 只有一个月而已 看来只能小心一点了 想罢 他就离开秘境之门 朝中央岛屿赶去 此时刚过中午 正是领主活动最频繁的时候 穿过卫面入口 传送到控制中枢 到处都能看到来来往往的领主 有的赶往王者之地区域 有的赶往梦魇之森区域 显然都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 而且 自从机械帝国变成中立地带之后 街边的建筑已经恢复工作 完全可以在这里过夜 不用回领地 所以灵又没有停留 直接坐上速度最快的轨道悬浮列车 去往梦魇之森方向 车上 还有许多跟他一样目的的八街领主 要么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闲聊 打发时间 要么以小队为单位 商量着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让整个轨道列车上面 等下我们得小心一点才行 怕什么 我们这么多人 就算碰到九街领主 也能全身而退 就是 这次说什么都要到森林最深处看看才行 那里的本源古树可是好东西 运气好 说不定还能弄到很多本源之力 省省吧 就你这狗屎运 还想碰到本源古树 欢快的笑声 在边上另一节车厢上响起 不断传入林幼耳中 让他不禁讶异起来 本源古树 他还是头一回听到这个名字 看这样子 好像是跟本源之力有关 不知道能不能让他的本源空间长到满直 如果有机会的话 倒是可以去看看 就这样在 一边听其他领主闲聊 一边赶路中 他们很快就来到机械帝国 与梦眼森林的交界处 带着各自兵种纷纷下车 在原地准备一番 整个庞大队伍 就浩浩荡荡出城 朝各个方向扩散出去 来了 机械城门外的一片茂密丛林内 几道身影隐藏在那里 紧紧盯着出城的队伍 似乎在寻找猎物 最终 他们的目光落到单独行动的灵幼身上 眼中闪过一缕寒光 就塌了 好 先等其他人离开 除灵幼之外 其他领主身边 或多或少 都有几个队友一起行动 所以一下就让灵幼成了他们的目标 等到所有领主四散去 从灵中的几人 就悄悄跟上灵幼 渐渐在灵中形成合围之时 他们的隐藏手段非常高明 似乎是一种 类似于变色龙的技能 能让身体完美融入周边的环境之中 一般人不仔细观察 还真不一定能发现得了 然而 他们却不知道 拥有三块神格碎片的灵幼 感知能力 早就远超同间 才刚出城门 他就已经察觉到 自己被盯上 却没有做出反应 而是召唤出几个兵种 继续朝森林内 进发 三个八阶马 感受到身后传来的气息 灵幼目光平静 他倒是没想到 这些家伙 竟然会猖狂到这种地步 直接在城门外埋伏 这介遇联盟 怕是想挑起 介遇之间的战火呀 到底是什么 给了他们这么大底气 敢跟如此多的介遇作对 他百思不得其解 同时脚步不慢 很快就来到 一片开阔的灵中空地上 动手 终于 那三个八阶 灵主不再隐藏 大喝一声 便从三个方向 朝灵幼包围过来 灵幼目光如梭 一下就看清了 对方的兵种配置 分别是野兽系 亡灵系 植物系的兵种 并没有克制他的火属性 既然这样 出来吧 大手一挥 包括青藤在内的所有植物 都被他召唤出来 无数巨大藤蔓涌出 瞬间遍布了整个空地 朝那些冲上来的兵种扩散 而去 这什么兵种 冲上来的三人 面色大变 完全没料到 灵幼会直接召唤出 体型这么庞大的兵种 根本不给他们多想的机会 那一根根巨大藤蔓 就犹如蟒蛇一般扩散开来 一下缠住他们 冲在最前面的兵种 一阵凄厉惨嚎过后 那些兵种 竟是直接被抽干鲜血 也开始涌现出大量植物 与他们的兵种 狠狠冲撞到一起 整整五倍的数量差距 却还是被全部挡了下来 这家伙不对劲 那名亡灵领主惊声呼喊 他发现自己的亡灵大军 攻击落到那些植物身上 竟像是挠痒痒一样 根本就没造成太大伤害 更要命的是 这些植物 兵种身上 还全都带着一层护盾 直接将他们的攻击 抵消大半 好变态地防御 那野兽系领主 两眼瞪大 忍不住向后退去 别说八阶兵种了 哪怕是九阶兵种 对那些植物 造成的伤害 都非常有限 才不过转眼功夫 他们的攻势 就被禁术挡下 难以推进分毫 So 忽然 一道灵力目刺略出 洞穿一只骷髅射手的身体 那尸体化作能量 在原地绽放一片紫色花园 朝四周猛然扩散 亡灵领主大惊失色 他发现 那片紫色花园当中 竟是凭空出现大片 与他骷髅兵种 极其相似的藤蔓怪物 甚至连属性技能 也都完全一样 紫罗兰花杖 边上的植物系领主 惊叫呼喊 一下 认出灵幼的兵种 表情更是震惊起来 紫罗兰花杖 植物系系有兵种中 排名前列的几个兵种之一 多少植物系领主 想要得到都没机会 没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看到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会有这么多 强大的兵种 第399章 介遇联盟 根据地 撤 感受到灵幼的恐怖实力 三人当机立断 立马下达撤退命令 兵种如潮水般退去 反应之快 竟然连一丝犹豫都没有 看来都是混迹战场的老手了 不过 既然都已经惹到自己头上 灵幼自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 大炮直接 出手 一道火红流光 划破空气 笔直略像正在后撤的植物系领主 小心 令两人面色骤变 惊呼出声 植物领主也是大惊失色 几乎想也不想地 让身边两个九阶古树兵种挡在前面 下一秒 子弹炸裂 以催枯拉朽之势 瞬间贯穿两颗九阶古树的身体 轰开一个巨大口子 而在伤口上面 更还燃起一片毁灭龙岩 疯狂 灼烧 一击 就秒掉了两个九阶兵种 刚令两人瞳孔 更是剧烈震动起来 不过也正是因为 有这两个兵种抵挡 植物系领主 成功挡下了大炮的致命狙击 脸上涌现出无尽骇然 刚刚如果他反应再慢一步的话 那被贯穿身体的 就不是兵种 而是他自己了 他们这次到底惹上什么怪物 哪还敢停留 马上仓皇向外逃去 灵右看着倒在地上的两个兵种尸体 面露惊讶之色 他发现对方的古树兵种 跟他一样 同样装备了盾龟装执 天空中 更还跟随着几只翱翔的妖地龙和妖后龙 能拥有这么多强大兵种 实力显然不弱 然怪会如此肆无忌惮地伏击其他介于领主 别让他们跑了 一声令下 他空中负责支援的植物龙 也跟着俯冲下来 一巴掌拍飞对方的八阶植物龙 同时地面上一根根藤蔓 飞速蔓延 朝三人追了上去 给我挡住 亡灵领主大声呼喊 召唤出大片骷髅海 拦住藤蔓去路 紧接着 边上的兽群仰天咆哮 发动野兽戏独有技能 猛兽奔袭 让所有兵种的速度陡然提升 迅速拉开与灵幼之间的距离 群体加速 灵幼眉头一挑 没想到对方连这个技能都有 眼看他的植物兵种 暂时被骷髅海拖住 双方距离越来越远 逃跑中的三人 终于露出欣喜 表情 然而却在这时 一边陡声 那名亡灵领主身边的空气 忽然一阵扭曲 毫无征兆的 无影与他的两个分身 同时出现 三道寒芒一闪而过 噗 哇 血肉被切开的声音 伴随着一声凄厉惨叫 回荡林中 狂奔当中的亡灵领主 一下扑倒在地 双手捂住自己脖子 眼睛瞪大到了极致 边上两人纹声也是吓了一跳 当他们 回头看到亡灵领主脖子上 被划开的一道巨大口子 可喷勇出得鲜血后 脸色瞬间变得一片煞白 逃 这是他们此时唯一的想法 连救人都顾不上 马上带着兵种仓皇逃离 击杀一位面巴结领主 获得8107万魔能 巴结领地精华X1 冰冷的提示在 灵诱脑海中响起 眼看剩下两人越逃越远 他没有再继续追击 渐渐停了下来 对方有群体加速技能 又是在这危机四伏的森林里面 还是不要乱跑比较好 万一碰到其他九届领主的话 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而击杀亡灵领主所获得的资源 也非常丰厚 足足8000万魔能 加上他原来就有的 就刚好达到2.5亿 这对于一个普通巴结领主来讲 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巨款 好了 先休息一下吧 对植物们说了一句 灵诱就走上前去查看亡灵领主的尸体 顺便清扫现场 另一边 摆脱追杀的野兽领主和植物领主 一路狂奔了十多分钟后 才终于在一片密林中缓缓停下 见灵诱没有追来 顿时两脚一软 跌坐在地 胸口因为喘息而剧烈 起伏 额头上更是挂满了汗水 那个家伙没有追来吧 野兽领主不断回头看向身后 犹如惊弓之鸟 不知道 我看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比较好 植物领主 面色煞白 脑海中还在回荡着刚刚的一幕幕惊险画面 只感觉后怕不已 那个家伙实在是太恐怖了 仅仅一个人几百个兵种 就把他们三个杀得溃不成军 更还斩杀了他们其中一人 如此强悍实力 恐怕连那十大界域里面的天才 都远远不如 这万界之中 怎么会有如此变态的存在 让他竟然有种 像是在面对九界领主的感觉 同时也非常懊悔 早知如此 他就不该惹上这种温神 害他白白损失了这么多兵种 走吧 先回去再说 野兽领主直接起身 必须要把这件事汇报回去 让他们小心一点 尤其是在这片区域里面 我们以后也别到这边来了吧 省得又碰到那个怪物 植物领主心有余悸地 说道 接着 他们就不再停留 带着剩下的兵种 匆匆朝森林外围赶了回去 办了多小时候 他们才总算回到戒狱联盟 在机械帝国内的根据地 一座摩天大楼外面 此时的摩天大楼内外 人来人往 聚集了很多 来自不同界狱的领主 而他们都有同一个特点 那就是 加入了以永恒界 和魔缘界为首的戒狱联盟 两人匆匆行走在 大楼外的广场上面 很快就穿过入口 进到大楼内部 那狼狈不堪的样子 顿时引得不少领主投来目光 哟 这不是灵州界的莫怀和张松燕吗 怎么看起来这么狼狈 这时 一个身穿银色铠甲的男人 带着一只五人小队迎面走来 刚好和两人碰到了一起 郭忠贤 莫怀张松燕 面色一沉 表情瞬间黑了 下来 哼 我们的事不用你管 说完 不理会对方 继续朝大楼内走去 郭忠贤见状 更是不屑冷笑 看你们这样 估计是行动失败了吧 小介狱就是小介狱 连这么简单的任务都能失败 你说什么 莫怀两人停下脚步 回头目瞪郭忠贤 别以为 你们无相界比我们多一位 大帝就强得到哪去 我们今天碰到的那个八阶的家伙 就算你们五个人一起上 都一样要失败 哦 我没听错吧 你们是被一个八阶领主 弄成了这样 郭忠贤和身边队友对视了一眼 笑了 更是肆无忌惮地嘲讽起来 竟然连一个八阶领主都对付不了 你们是在搞笑吗 我们五个人一起上 都对付不了一个人 吹牛皮也不是这样吹的 你们灵州界 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居然会编出这种别角的理由 走吧 别跟他们废话了 省得被传染 无情的嘲笑声 不断从郭忠贤等人口中传出 莫怀两人脸色轻一阵紫一阵 难看到了几点 本来还想好心提醒一下这些家伙 让他们注意一下的 既然对方这么不领情 那他们也没什么 好说 也正好 让这些自大的家伙 痴痴苦头 哼 冷哼一声 两人就没有再说什么 直接转身走进大楼里面 影边上其他领主议论纷纷 一直到再也看不到他们 之后 郭忠贤几人才 渐渐收敛 笑容 目光便深沉起来 你们觉得 他们刚才说的 有几分可信 郭忠贤低声说道 表情与刚才完全判若两人 虽然有点夸张 但看他们这个样子 估计是真的 确实 不过 我还是不太相信 把他们弄成这样的 会是一个八阶领主 这还用说 肯定有夸大成分在里面 赞同 虽说灵州界是小介鱼 但莫怀两人的实力 还是无庸置疑的 至少能在八阶领主中 排到中上水平 能让他们变得如此狼狈 怎么说 也得是好几个实力 相当的八阶领主 要么干脆就是九阶领主 可不管是哪样 郭忠贤等人都有信心应对 哪怕应对不了 逃掉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一番商议过后 他们并没怎么放在心上 直接离开摩天大楼 朝梦魇之森赶去 而他们前行的方向 赫然就是灵右所处的方向 灵右并不知道 这附近有一个 介域联盟的据点 此时的他 正在森林中的某个空地上 与一大片涌现出来的 九阶枯木卫士 激烈战斗 快 快挡住那边的缺口 孤妖王 轰炸那片魔物最密集的地方 大炮 秒掉那只首领 别让他再招管 伴随着灵右的一声声指令 所有植物都在有条不紊地 抵挡着枯木卫士的进攻 而他所站立位置的四周 已经堆满了小山般的魔物 尸体 眼看上千个枯木卫士 在首领魔物的带领下包围过来 灵右顿时目光一领 退 一声大喝 正在激战中的植物队伍 匆匆后退 将空地让了出来 而那些枯木卫士 则是穿过尸体堆成的小山 紧追不舍 等大半魔物越过尸山之时 灵右立马看向身边的吞天 动手 声音刚落 吞天就张开 他满是尖牙的恐怖大口 一股死亡气息 飞速汇聚 轰隆 震耳欲聋的炸响 回荡整片森林 那些魔物尸体 在吞天的施暴技能操控下 轰然炸裂 将追上来的枯木卫士 全部炸飞出去 一部分当场被描 一部分则是遭受重创 再其不能 原本如潮水般的攻势 瞬间瓦解 很好 把剩下的魔物全都解决掉 灵右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马上率领兵种 一个回马枪 再次杀了回去 遭受重创的魔物大军 哪里还有反抗之力 一个个被击杀 当场 全都变成了灵右的魔能 一场激烈战斗也到此结束 第四百章 遭遇战 好了 都恢复一下吧 见所有魔物被击杀干净 灵右直接让植物们 在原地休息起来 而他则是就到一旁 清点此次的收获 顺便收集一些魔物身上 能够用来打造装备的材料 毕竟这些可都是钱 不能浪费了 在升级九阶之前 他得尽可能地多赚钱才行 甚至目光放长远一点 得开始为建立宫国做准备 多存点钱大基础 灵右算了一下 整场战斗下来 他一共获得了将近五百万魔能 他点开本源界面看了一眼 名称 世界之术 本源 类别 植物系 等级 八阶 1510 2100 范围 1510米 生物效果 全属性正38% 护盾正19% 天赋效果 体质正10% 恢复速度正10% 能力 灵魂领域 种族天赋 光环 召唤空间 介绍 灵魂凝聚而成 生长到一定程度 可演化一见 需本源之力灌溉 不得不说 九阶首领 魔物给的本源之力 真的非常丰厚 才小半天功夫而已 就让他的本源空间范围 长到了1500米以上 光环领域类技能的覆盖范围 也随之增大 不用再担心兵种太多 距离太远 吃不到增益 对他来说 也算是不小的提升 在原地休息恢复过后 他就起身继续前进 带着兵种到其他地方进行探索 这梦魇之森的范围 似乎比机械帝国还大 灵魷走走停停小半天时候 都还感觉只是处在外围而已 遇到的魔物 也基本都是A级以下的 按照越靠近中心混沌 等级越高的规律 他今天想抵达中心地带 显然不太可能 而且 以他现在的实力 也不太愿意靠近中心地带 因为能去那种地方的 基本都是九阶领主 他这次是专门过来收集本源之力的 可没兴趣浪费时间 去跟其他介义的领主战斗 走吧 先到那边看看 林右伸手指了指远处 树木比较稀疏的方向 对植物们说道 遇到植物系魔物的概率也会更大一些 如果能碰到大批量的首领魔物 那自然再好不过 马上 整个庞大的植物队伍就改变方向 浩浩荡荡朝他所指的方向前行 打算多猎杀几只首领魔物再回去 然而让林右没想到的是 前行了二十多分钟后 首领魔物没遇到 反而遇到了一阵激烈的打斗声 突然从远处传来 有领主在战斗 林右内心一惊 马上让植物们收敛声音 小心朝声音来源靠近过去 没意会 这三人是五个八阶领主 在疯狂围攻着对面的三个领主 你们是逃不掉的 乖乖受死吧 碰到我们 算你们倒霉 上 先把他们的兵种全都杀了 嚣张地大笑 不断回荡林中 而这五人 正是刚从戒狱联盟里面出来 由郭忠贤率领的猎杀小队 他们每个人都带着近四百个兵种 将那三个八阶领主团团围在中间 目光所到之处 全都是堆满的兵种尸体 基本都是被围攻一方的 因为数量上的差距 那三人只能凭借仅有的七八百个兵种 苦苦支撑 且战且退 撑住 一定要撑到其他人过来 不行 他们的兵种太多 快挡不住了 妈的 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别冲动 三人脸上挂满了交集和愤怒 不断对兵种 下达着各个命令 三队五 劣势实在太大了 而且还被封死了所有退路 几番突围失败之后 战圈更是飞速收缩 让他们一下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只能退守到一棵参天大树下面 企图拖延时间 寻求转机 而躲在远处的灵右 也终于看清了 他们的样貌 竟然就是之前在悬浮列车上 见过的 那几个原始界领主 看样子 他们离开机械帝国后 选择了跟自己一样的探索方向 所以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倒霉 遭到其他界域领主伏击 而且数量 还比他们多了两个 看到三个原始界领主 气势渐弱 远处的郭忠贤等人 更加嚣张起来 放弃吧 不会有人来救你们的 乖乖 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 还能让你们死得痛快一点 没错 把东西统统交出来 哪那么多废话 直接杀了 就是 他们来这里 其实并非偶然 而是因为听了莫怀的话 特地来到这片区域里面 一探究竟的 打算会一会 莫怀所说的那个领主 把他解决掉 狠狠打灵州界的脸 结果没想到 目标没找着 反而碰上了三个 正在这附近探索的 原始界领主 所以就有了这场战斗 在一阵阵嘲笑声中 他们的兵种攻击 越发迅猛 将战圈不断收缩 表情也越发得意 起来 然而 他们却没注意到 就在他们疯狂进攻的时候 一道虚幻的身影 已经来到那个负责辅助治疗的 天使系领主身后 朝他缓缓靠近 嗯 天使系领主 疑惑地回过头 似乎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可不管他如何观察 都没发现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只感觉脖子上 一阵凉风吹过 让他轻颤了一下 要入冬了吗 天使系领主 疑惑皱眉 并没有多想 再次看向前方 继续指挥兵种 进行治疗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 是 当他张开嘴巴 准备下达命令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没办法 发出任何声音 喉咙上面 更是隐隐传来一丝痛感 而且越来越剧烈 他伸手摸了一把自己的喉咙 传来湿漉漉的触感 摊开一看 手掌上面竟然鲜红一片 血 天使领主双眼猛然瞪大 惊恐地用手捂住喉咙 却发现 有更多的鲜血喷涌而出 顺着他的手臂不断滴落 指都指不住 呃 呃 他张大嘴巴 想要提醒队友 但被割开的喉咙里面 却只能发出一阵沙哑的声响 一下就被前方的战斗声音掩盖 最终两眼一翻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老八 怎么回事 快治疗啊 这时 郭忠贤回过头来 催促说道 可他看到的 却是天使领主的尸体 和不断从空中坠落下来的天使兵种 愣神片刻之后 脸上的表情骤然一变 老八 一声悲呼 瞬间传遍众人耳中 正在战斗中的双方领主 终于反应过来 震惊看向 已经变成尸体的天使系领主 尤其是那三个原始界领主 一个个惊诧不已 完全没料到 会突然出现这种变故 怎么回事 那家伙怎么突然挂了 该不会是纵欲过度 突然暴毙了吧 不对 是援军 眼中怀揣着浓浓的期盼之色 终于 在远处一棵大树的树干上面 他们看到了站在那里的灵佑 当感受到灵佑身上熟悉的气息后 更是大喜过望起来 可根本不给他们多想的机会 灵佑就已经率先出生 动手 声音落下 一大片植物突然在灵中出现 几百个兵种本体 和上千株不死之花狂涌而出 飞速朝郭忠贤他们包围过去 本来还在为同伴的死而震惊的几人 顿时回神 看向树上的灵佑 一个人 锅中闲愣了愣 紧接着 他像是想到什么 表情又是一变 八戒 一个人 这不正是和莫怀他们说的一样吗 小心 哪还敢犹豫 马上将所有兵种召回身边 摆出防守阵势 另外三人反应也不慢 纷纷放弃进攻 将兵种全部召回 好机会 我们上 灵佑的出现 一下 让五打三的局面变成了 四打四 本来就一直憋着 一口气的三个原始界灵主 哪会错过这个报仇机会 立马对兵种下达反攻命令 配合灵佑的进攻 能来到这里的灵主 实力基本弱不到哪去 才不过转眼功夫 他们的兵种 就与灵佑的植物会合 对郭忠贤等人 发起猛烈冲击 冲在最前面的 自然是手持剑盾的青钢 直接发动野蛮冲撞 狠狠撞向最外围防线 将一大片兵种撞飞出去 让郭忠贤几人 心头一阵狂跳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植物系的古术兵种 有这么强吗 灾厄剑竹和木盾玄规 还有共生苔藓 竟然有三个装置兵种 怎么可能 郭忠贤四人震惊到了极点 他们作为无相界中 实力排名前列的八阶领主 见识不浅 一眼就认出青钢身上的装置兵种 那可是装置兵种啊 很多领主球 不得得抄袭有兵种 居然有人 能同时拥有三个 他们这次到底碰到什么怪物 这难道就是莫怀说的那个 怪物一样的八阶领主 起初他们还不信 觉得是莫怀夸大其词 非常离谱 哪还敢留守 一个个爆发起开 抵挡灵诱和另外三人的进攻 碰 却在这时 一声剧烈炸响 远处的密林当中 一道炙热流光冲出 朝他们的队伍席卷而来 那强悍无比的威势 顿时让郭忠贤等人面色大变 挡住 给我挡住 快用防御技能 来不及了 哼 火花炸裂 蕴含大炮绝强一击的豌豆子弹 瞬间贯穿整条百米直线上的所有兵种 包括几个九阶兵种在内 全都被一击射杀